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大家好 現在已經差不多是月尾了 今天出街那天可能已經冬至時期 剛剛是冬至 我們這次就很特別了 因為平時 知不知阿張維鴻我們經常都有一個叫頭淡湯 喝完頭淡湯就入正菜 但這次我覺得 這部可能每一部都是頭淡湯 何解呢 因為現在直近年尾 而且有很多片 我們率先看到 所以這次你聽的時候你會發覺 有些可能剛剛 只不過是在公影那裏做了四五場 因為想拿是2016的香港電影的紀錄 下一年就金像獎出來 那這些頭淡湯呢 今個月相當之多 那我說多到有些事情 就不夠你的張維鴻那麼厲害 理解了很多 之前金馬獎有好幾部 八月香港還沒做 也不知道會不會排期上 那你又剛剛去到那個什麼國際什麼 什麼什麼澳門 澳門國際企班獎禮 第一屆 我們順口叫澳門典禮 第一屆澳門國際影展企班獎典禮 國際是一個國際影展 裡面也有好幾部電影 剛剛這陣子年底的時候 都會在香港做一些特別場 特別場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最少 成為香港電影的身份 那就可以給下年的金像獎有提名之隔 你最有限度就供應了五場 例如剛剛金馬獎裡面 就拿到那個 例如拿獎的一念無名 或者一路順風 脫皮巴巴也會這樣做 脫皮巴巴也會這樣做 有很多個 剛剛剛剛整個澳門的影展 它有幾部電影 你剛剛看了 所以我們這次的頭淡湯 的第一部 都想率先 我還沒看 張惠雄你也看了 所以 我們想介紹一下 去澳門國際電影節 其實我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看兩部澳門的地道長片 未去之前 我想大家看看這本 就是香港影響流學會的貴行 最新一期的 可以拿到的 我們今天 可以在那些戲院那裡 拿到的 譬如 簽索罪國的Glamp 是的 電影中心那些 都是免費派的 今期的特輯就是澳門電影 剛剛我們訪問兩個導演 兩個女導演 都有新作在 第一部澳門電影節出現的 是 變成了就是 我是 當這份 貴行印好之後呢 我第一時間拿了 及時 給兩個導演 手上都有一個 那他不是很開心嗎 是的 骨妹也是其中的一個 骨妹是有香港資金的 所以她是可以做香港片的 但是導演徐欣善和整個提材 都是發生在澳門的 變成一個很有澳門特色的一部電影 澳門 經常在香港的電影都會去取景的 什麼伊莎貝拉 也是在澳門那裡拍的 追捕 根捐 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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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是 是的 十月初五的月光 那你先看這個率先介紹 這個也是一個分導演的 是的 徐欣善這個故事 其實就是 他在香港演藝學院讀書的時候 其中一個功課來的 但是這個故事就是他 自己小時候在家裡 所以叫什麼 耳如目染 因為他媽媽是做那些 那些 叫什麼 經紀 那些叫做 人壽保險那些 哦 人壽保險那些 他跟那些客人就很熟悉的 其中有一班 就是做骨牆的女人 就經常在他家裡打牌的 變成他對這些 對這些嬸嬸很有興趣 就寫了一個短故事 那當這個故事慢慢交功課 老師之一 就是丁雲生 那 結果就是慢慢 這個故事經年累月 到他畢業之後呢 就開始 啊不如寫 將這個故事變成長片 又找丁雲生做監製 結果就真的是 在拿到香港天下一的資金 就拍成了一部 以他一個多年一個小女兒去想像回90年代骨牆 一班姊妹的生活 那你會看到他們的英文名叫Sisterhood 都是講女性情義的 那如果拿最近一部電影做一個比較呢 就是七月月安生了 那你會明白就是說 戲中裡面呢 余香瑩和廖子宇那種 女性情義 就是情如姊妹 那個字就是做一個叫做 你可以說這個就叫做澳門電影 已經成長跑起來了 那這部骨妹 就是你所說的那個 那她最近呢 剛剛應該在這個聖誕期間 都有幾場呢 就是在那個香港那個 戲院那裡 好像有五場的公影 那我想買票也不是那麼容易 還有她最重要呢 就是她想下一年的那個有提名 那或者 如果你計算起來 她會有些什麼 最想的提名是 女演員 新導演 新演員 是的 那梁詠琦作為一個引子呢 那個故事就說她已經是 嫁了去台灣的 不過就接到好友的洗術 就回到澳門 那麼就見回一些舊朋友之餘呢 就出現了整個九十年代的景色了 那麼我那部電影呢 就一跳就跳到她首映禮那天了 我在那裡了 那麼那部電影出字幕的時候呢 是很熱烈的 就是澳門人是對於 看回九十年代的一些澳門情懷啊 那麼也都見回一些 他提到很多地方啊 一些景物一些場景呢 那麼我自己感受到呢 澳門觀眾就是很喜歡的 很接受這部電影 那麼結果呢 是會 鼓掌啦 是 即是鼓完一陣 停一停 跟著再出 一個credit 有些人他們認到的 就又再鼓掌 總共鼓掌了三次 那麼變了呢 我是算是有幸的 目擊這個澳門電影 發展到現在的一個很重要的時刻 這個新導演呢 這個 徐欣善 其實是剛剛不言無幾來呢 是在香港的演藝 是啊 那麼基本上 他長片是沒拍過的 自己就拍了兩部短片 都是講小女之間的情誼啊 你知道啦 澳門 這十幾二十年呢 都投放資源 給年輕人拍片的嘛 初時就是紀錄片 後來就是短片 去到現在呢 開始 你們可以申請長片 他們可以資助150萬的 那麼 聽說呢 我今次會講兩部吧 聽說呢 去年批了呢 還有三部長片 是拍接中的 是 變成真的 可以這樣說 澳門電影去到一個 一個新的時代了 有一個大力的推動呢 因為其實一直以來呢 其實澳門的 有很多 有很多澳門的居民呢 他們都對電影呢 是很鍾情的 他們都跑過來香港 變成了香港的電影典人 我們一直以來呢 澳門的題材呢 都相當知 其實經常都有拍到的那個時候呢 其實我們一直都覺得澳門是 其實應該不難呢 他寫了一部電影出來 但是呢 你奈何呢 就是等了很久啦 到了這個時候呢 就真的呢 我想政府的資助 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來的 那骨妹 因為都幾 幾 可以怎麼說呢 那種很爆燈形式的推出來了 又做了一個澳門國際影展 你會看到他很注重這個電影的發展 除了這部骨妹之外 你做了一部呢 又是看了這部 很吸引喔 那一年 我實七 是啦 我訪問了徐欣善 我和Joyce訪問了徐欣善 之餘呢 誰是Joyce呀 你說的片子給人家 潮逸詩 是啦 潮逸詩啦 拍片嘛 是啦 那麼呢 亦都訪問了陳瓦利 那麼陳瓦利 他的作品就叫做《那一年我十七》 你在這裡看到的劇照呢 不是我看到的《那一年我十七》 是他之前呢 就拍了一部短片 叫做《那一年我十七》 現在擴大了 那些演員有沒有轉了呢 全部轉了 因為怎樣都是拍長片呢 他們都要整個包裝上要計算 都找很多香港演員 亞洲演員 那這個 我想可能對年輕觀眾重要了 就是我們出了一個 其實對我來說我很榮幸 就是《Angela Yuen》 《袁峰林》的第一部長片 那大家都叫他做什麼 什麼 雨傘 後雨傘女神 是啦 那麼他在這部就擔正做女主角的 是 那這個故事呢 是說《那一年我十七》 是不是也是好像《骨妹》這樣壞舊來的呢 很有趣啦 兩個女導演 《骨妹》就是懷九十年代舊 陳亞莉這一部呢 就懷二千年 那個 他讀書時代的舊了 那麼就找了《Sea All Star》幾個去做這個角色啦 那麼我 但是各個分別就有趣啦 他就是 《Sea All Star》原來真的扮十七歲 是很好看的喔 就是那幾個男生 還有拍了兩輪 都是很青春 就是那種青春會來在這裏 而《骨妹》你會知道他包裝了 還有那個角色都比較難做一點的 《骨妹》或者叫做特別的工作項目 就是變成老了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是另一個演員去做的 這個是兩套戲的方針不同 但是很有趣就是結構都一樣 都是對那種 澳門情懷呢 是通過所謂十年之間的懷舊去呈現出來的 是 其實有一個有趣的現場啦 這個 這個都可以講講的 例如剛才介紹這兩部新的 澳門的新電影出來的時候呢 都是有一種叫懷舊的風格 你不要以為這樣呢 就是因為台灣的《我的少女時代》 或者那一年我們追的女孩 就變成了很受歡迎 所以有這種戲的出來 其實一直以來呢 我們都覺得很有趣的 就是現在的新的 你可以說電影的接班人呢 多數都是比如他有讀過一些叫大專學院的電影課程啊 就是那些東西 就是對電影有一個叫基本的知識 然後呢 就跳進去做電影界的那些 那些新的新世代的那些電影人呢 他在讀書時期呢 我經常都看他的學生功課呢 其實都是喜歡拍一些比較上是老世代啊 年紀大一些的那些故事啊 你記不記得 我們那時候就是看那些IFVA呢 就是那些他交那些有時候參展的作品啊 那些短片啊 都是我經常都說 你為什麼不拍你自己的世代那些生活那些東西啊 專門拍一些比較上好像你的爸爸媽媽啊 或者你的媽媽那些故事的呢 其實呢他講的時候呢他都很惡刑 還有真的要想啊 原來呢 這樣做完之後呢 他要想就給我們一個答案了 就是他真的喜歡那種題材 而且呢他可能藉著電影呢 在那裡歐華回一種他可能小時候那種印象 但是大了之後呢 他很想用他的記憶的捕捉回來 他反而不是覺得自己的 剛剛這個時刻的那種生活呢 可能有時間啦 慢慢拍都沒有遲 但是他很想追憶回一種時代 那這種呢 這種風氣呢 我覺得呢 其實你說澳門呢 這兩部都很寧時有這種感覺 香港其實都是這樣的 我用這兩部來做例子 你剛剛就說了 骨妹呢 就是 幾是在投射著媽媽媽 想切入用媽媽的角度 因為 骨妹那些主角那些離陣 不是那些朋友來的嘛 現在都好像不太流行軍妹啦 現在上網的 而相對上呢 我十七呢 我覺得真的有意無意呢 中間的男主角那些 中央音樂那些反叛啦 跟著女主角那些天真那些互撲啦 都是 秦亞莉的投射來的 因為我跟她做訪問 她說我自己呢 有兩年就做困妹的 就不回家的 結果呢 她回頭試案那個過程呢 就入讀過一些叫特殊學校的 那她這套戲就是講那些特殊班 什麼人都有的啦 不讀書 甚至讀書呢 但是很反叛的 就是講他們的學校生活 所以我覺得 陳亞莉就用了一個方針 就叫做正寫之餘又則寫 自己那個成長之中 某些過程某些心態 她那個學校是澳門學校來的 是啊是啊 那她都是會不會 很多那個場景那些 都是找回澳門那些舊的 那個學校做她這個故事的那個場景 是啊 她有一個鏡頭 我看的是聖羅撒的 那聖羅撒算名校啦 那沒關係啦 我們她用來做她一個人 我們叫Bang Phi 我們就是 的學校的其中一班 做一個背景的場景 是一男一女的故事 一班人的故事 所以有幾個男生 都做得很好的 C All Star 是啊 這個呢 剛剛都是 我想起前年的那一年 那些叫那些年 這個叫那一年 那些叫那些年 我會不會飛啊 我覺得這個也叫懷舊潮 你會看到 不單止香港 台灣 現在澳門 可能因為這樣 激發起新世代 就是怕她起 我覺得這個呢 骨妹 已經呢 在聖誕節 這個期間 大家都在香港 都會看到 你呢 就在那個影展那裡 率先看啦 應該 應該 那一年 17 我實際就要遲少少了 要遲少少了 但是你率先看了 下一節呢 我要補回 在這個澳門的影展呢 你只顧著看 這兩個叫澳門新世代啦 你老友的 你反而沒有看啊 我直接撞不到她 她在那邊拍戲啊 好 下一節回來 我常常說 你是誰呢 我誰是她的老友呢 下一節再跟大家見面 喂 下一節